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纳指下跌9.32% 0.06% 报14360.39% 标普500指数上涨14.21% 0.33% 报4280.7% 本周标普500是跌跌高升啊 一直不停的在创新高 那这个指数一周上涨2.7% 是二月以来最大的周涨幅 到指本周上涨3.4% 那指本周上涨2.4% 哇 这么好的股市到底是被什么推高的 上个礼拜才联储局开完了会 所以还说 是不是要提早加息这个事情 好像市场现在完全漠视 这个恐慌性的一个讯息 而这个股市各走各的很happy的一个路线 那其中呢 看到Nike Nike这个零售股 今天一天上涨15.53% 这个是十分惊人的 那快递公司Federal Express下跌了3.63% 它的股价走低 虽然说第四季度的业绩超过预期 但是市场呢 反应又是冷淡 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是要看市场对它的反应 作为一个事实的根据 好 我们听你来讲 今天以及本周 还有最近股市的行情 最后呢 加一点 为什么比特币表现的跟股市不一样 好的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反着来吧 比特币为什么跟股市不一样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首先呢 这个还是因为这个资金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前一段 前阶段的话呢 在数字货币市场 比较疯狂的那段时间 我们发现这个 大家也都经历过了 这个美股市场的一段这个低迷的行情 大概是两三个月的一个行情 然后呢 在这个数字货币市场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一系列这种 垃圾 垃圾 数字货币的一些 一些这个行情吧 都是涨了十几倍 有的甚至一天的话呢 从 从上市啊 到这个 到交易所 这个交易的话 都涨了这个几百倍 这都是 是有发生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引发了整个这个 政府 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一些这个监管 尤其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呃 中国政府 银行方面 一系列的这种监管的车子 纷纷的 纷纷的 纷纷的和 这个 这个 比特币 这个数字交易的一些券商平台 纷纷划清了这个界限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 呃 导致整个这个资金啊 又再一次的出现了一些这个 呃 回流的一个现象 那么 往股 往市场当中去转移的过程当中的话 美股市场还是重要的首选啊 所以说呢 我们在 近期的行情当中 呃 我们看到了这个 呃 美股的这个 呃 这个行情吧 还是创出了这个新高栏 尤其是 呃 这个纳萨克 然后呢 标普 然后最后呢 是道指 原来呢 在 呃 目前呢 这个三档指数当中 先后 呃 这个 这个 先 排名先后啊 我们就按照纳指 标普和 道指 来这么去 安 去 这个 排列的 那么 在 之前的行情当中的话呢 道指的话呢 只有三次档成分股 在 之前的行情起到了一个资金的避风稿的一个作用 市场不断的 这个 往 往市场里注入资金的话 那么 大家 想 可想一下 那 纳萨克指数啊 有几千支股票 标普500的话 有500支 那么 整个这个资金要想 要想 往这两个档块上去转移的话 对市场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起 起不到一定的作用 反而呢 往这个道指上去转移的话 控制了 很好地控制了这个三次档成分股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 在 之前的行情呢 我们看到道指呢 是非常强势的 那么 现在的话呢 我们看到道指的话呢 出现了这个落后的情况 而且呢 在前两周的行情当中 出现了这个不同程度很深的一个调整 这就是一个资金 从这个道指呢 转移出来 然后 我个人的话呢 也是在节目当中啊 跟大家呢 也是做了这方面的一些提示 如果道指的话 往下 虽然有缴深的跌幅 但是呢 如果说那达克指数和标普 继续从资金高来的话 说明整个这个资金啊 并没有从这个市场当中 出淘出来 还是留在这个市场当中 所以说呢 对于目前来讲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是已经是接近了六月底了 那么 对于本月收盘的话呢 还有三个交易日 三个交易日 对 下个礼拜一二三 对 然后呢 这三个交易日的话呢 我还是希望这个个指数呢 让我们以一个平稳的节奏呢 来进行的一个 这个跨越的一个过渡吧 所以说呢 对于下轴盘式来讲的话呢 我倾向于个指数呢 还是争取一个涨低护线 或者是一个缓慢的震荡上行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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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 也就是说 这个涨 跌一步 推后一步 向上走两步 整体的话呢 还是往上去运行的 那么七月份来讲的话呢 我仍然是继续的看涨这个标普 还有纳达克 以及这个道指 那么如果说 两个指数创出新高来了 道指如果不创出新高来的话 这是不对的 所以说呢 接下来的这个 我们所关注的焦点的话呢 可以放在这个道指上 至于纳达克指数和标普 已经创出新高来了 它是右侧股的话呢 我们只找支撑 从来不找阻力的 那么从之前的预测上来看的话 纳达克指数向上还有15%到20%的空间嘛 对吧 所以说呢 对于当前的这个走势上来讲 我觉得上风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所以说呢 大家呢 在当前应该是继续的 buy and hold 而且呢 小盘股的话 买和持有 对 买入并且持有 我认为这是一个 当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买什么呢 买标普500和纳达克 标普500 如果买指数的话呢 也可以 但是呢 如果说同样的资金 放在小盘股上或者低价位股上 因为现在的已经是 准备要进入这个7月份的一个行情了 7月份是历史上以来 不是很好的月份 虽然不是最坏 并且对于高科技股 素来都没有太好的 就是tailwind在帮助它冲上去 对 那今年是否依然如此 今年是否依然如此呢 嗯 sell in May 都已经给走了 那7月份的话 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那今年就不sell了 今天根本就不是sell的一年 可能都sell到古特币去了 对对对 因为比特币的话呢 目前来看 我在昨天的这个YouTube频道当中呢 也是跟大家做了一些提示 比特币呢 目前呢 走的是一个下降 走下降三法的一个形态 那么这是一个短期之内是一个中继形态 说明呢 向下的话呢 它还会有寻求支撑的 继续的向下去寻求支撑 那么下方的支撑的话呢 分别有两个 一个呢是24,000 另外呢是18,000 哎呀 我希望你第二句话没有说 就先看24,000吧 好的好的 因为 对 因为如果说这个比特币要跌到18,000点的话 我记得应该是从去年的 去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吧 这轮行情应该是一个起始点 所以说呢 整个是相当于坐了一次这个过山车 但是呢 对于这种概念来讲的话 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关注性和投机性的 只不过整个这个市场的人气呢 或者是整个这个资金 资金的这个对于币圈的投资 以及这个转移的话 这个就形成了一定难度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都是 你要投资这个数字货币到市场当中去的话 你要转移出来的话 还是往美国的这方面去转嘛 因为中国那边的话呢 已经是锁死了 所以说呢 美国这边转的话 还是涉及到的一个税务上的问题 所以说美国这边的话呢 所以说美国这边的话呢 它已经把这个 都已经给你画好圈了 对 只能进 你要出来的话 都要交门票 Cryptocurrency 我们今天就用比特币来讲 来代替啊 就是全部不同币种的 比如说以太币啦等等 包括Doggybid也是一样 那这个既然下跌 它是否是受到中国的政策严格的控管 关系很大 而流出了比特币 而进入了美国的正规的这些股票的市场 是这样 因为呢 现在中国方面的这种采矿的话呢 应该是基本上都已经是被强行的停止了 所以说呢 从这个 那么对于整个这个资金 继续的在这个币圈当中去这个停留 驻留的话 那么 对于中国的一些投资者来讲的话 他们的这个资金的出入是没有的 那有些 他有些人根本就没有 没有开这个国外的一些账户 他的资金呢 也转移不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对 所以说呢 目前整个这个币圈 各个数字货币的这个下跌的话 也是反映出这方面的一些资金卖逃的一些问题 以及转移的一些问题 但我觉得 这个无论是股票也好 还是数字货币也好 它都有它的一个周期嘛 而且这个比特币的话呢 尽管经历了今年的一个大气 但是呢 之前的这个几年当中的话 我们也看到了比特币的一些大气大落的一些行情 从长眼上来看的话 还是值得逢低去揭露的 把眼光放远一点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Jay Geng 他也是YouTuber 大家可以到YouTube上面去search J-J-A-Y-G-E-N-G 或者是绿湾财富 还有更多的财经资讯 It's done by him OK 听众朋友 欢迎您的call in 电话 650-968-2000-650-968-2000-650-968-2000 进道广告 马上回来 德利洋地产公司卖方经济奥取孙 夥悉最新房地产市场状况及新上市屋介绍 UC Davis Nick 科教授兼心脏科医师范大利 专业解答加州12至16岁青少年 接种新冠疫苗的相关问题 GoGain资深贷款顾问Fiona Shaw介绍公司 专门贷款产品 6月26 27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苍盛电商第三方仓库 与同行相比更加高效和准确 一键代发每天99.9%发货率 99.9%的发货准确率 入库上架时效高 网站shipsage.com SHIPSAGE 查询请致电408-290-9200 分机109 408-290-9200 分机109 每个人都是一本无字天书 好中医擅长解读 Amanda和医师 曾经参与国内一流互联网公司 在中医大健康方面的研发与合作 药房品质高 生药颗粒俱全 有远程问诊 和有够中医业务 最困扰您的三个健康问题是什么 请上网herb4us.com 或致电Sunnyville诊所 408-962-0909 408-962-0909 惠宁博士算对了 贷款利息又涨了 屋主自助屋 Conforming Loan 30年固定2.875 15年固定2.25 5年ARM2.125 Super confirming 30年固定2.875 15年固定2.375 5年ARM2.25 Super Jumbo Loan 30年固定3.0 5年ARM2.5 绝对省钱无任何隐含费用 精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请加微信明慧Ginger 或致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Gingerloan.com查询 硅谷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请勤奉上 900North California Avenue Pala Auto全新落成 5房4.5玉3340平方尺 占地9400平方尺 要加700万 51Crascent Drive Pala Auto 顶级硅地 4房5全玉3半玉6400平方尺 占地23500平方尺 要加1590万 详情请致电 650-785-5822 650-785-5822 病情盼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朱里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盗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 两家诊所 约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Maxroll Cupertino 已超过十年的专业诚信 育满湾区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oll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oll 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odeSteel Maxroll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roll Cupertino 请下贝拉王408-307-5056 408-307-5056 本节目由欧洲休闲品牌Alps Velo 三折电动助力自行车 独家冠名播出 销售及查询热线315-367-2577 315-367-2577 听众朋友投资朋友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J耿老师座堂时间 陆陆续续的已经接到 听众朋友的宝贵的 问股票的这些问题 那其中呢 有许多都是蛮陌生的 就是在最近一阵子里来 没有被问到的 这样子的问题呢更好 让大家耳目一新 并且也可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这个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还是要谈谈基本面 比如说在礼拜五呢 美联储局用来制定政策的关键 是参考的是通货的指标 那五月的个人开支 消费的开支PCE指数 它是同比上涨了3.4% 这个是1992年以来最大的年度涨幅 这个数据呢 复合市场的预期 核心的PCE的指数 环比增长0.5% 低于市场预计的0.6% 同时呢 十年的国债的收益率 今天攀升的 这个也就是造成了今天科技股 比较承压的原因之一 那您觉得在您的YouTube里面 会经常讲到这种 是比较多讲到技术图表 我相信是没错 那这种基本面 你们比较少讨论 对吧? 请简短回答 是的 因为呢 对于 因为我的这个 主要擅长的话呢 是技术分析 那么 基本面所反映出来的话呢 对于市场来讲 图形呢 都已经把这些消息面 都已经给它消化了 所以说呢 反映到技术图表上 对 所以说呢 你像之前 像一些 我们这个经济学家 或者是做基本面研究的一些 投资者 会发现 这个 得到的这些数据 反馈来的这些市场的数据 其实并不是十分的好 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呢 道理来讲 应该是利空的 但是市场的话呢 却不是这么去反映 那么所以说呢 那就应该是说 一般我们都知道 经济学家的话 他们很少炒股票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他们整个这个市场 他们炒也不一定会赢 因为呢 经济学家的话呢 他主要的观点就是说 他们总会有一句话 是说呢 市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我就想知道 这个未来到底是多久 但是我们从图表分析上来讲的话呢 我就知道明天的话呢 是一个涨跌互现的 后天呢 后天或者是一个月的行情呢 应该是继续上涨的 那么我的这个分析的话呢 也会涉及到这个未来 那对于整个这个经济 经济面来讲的话呢 就会有一定的这种冲突 所以说呢 对于炒股票来讲 尤其我认为技术分析的话呢 还是比较 目前来讲还是比较侧重 一个毕竟 现在市场当中的这个趋势呢 已经是出来了 所以说呢 我们就按照这种顺势去交易 那么经济面所反映出来的 只不过是说 呃 这个美联储的一个浓稳度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 之前美联储已经说了 这个 那十年期国债利率的这个警戒线 他们已经有2%上调到2.5% 所以说呢 他们也是把他们的这个底线呢 向后挪了一步 这样的话呢 就给市场当中的这个资金呢 呃 这个呃 更加的一个 嗯 呃 出现了一个一个护城河吧 所以说呢 对于市场来讲 继续的上涨 呃 而且呢 现在是换学的通货率的增加的 这种上涨 初期的通货膨胀的话呢 对市场来讲 是有利的 那么中期和晚期的话呢 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呢 才是重大的利空 所以说呢 目前来讲 我们是处在一个市场 慢慢的去泡泡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呢 对于股票来讲的话 股数不变 想要去泡泡 只有说在公市值增加的情况下 股价只有去 只有去涨 才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股市 是缓慢的上涨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其次的话呢 呃 在市场没有 我认为市场呢 在没有市场出现这种 加速上行的这种 节奏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都是可以继续的持有的 那么如果说加速上行了 或者是经济 疫情基本上 宣告结束了 那么我们这个整个失业率 缓慢的 逐渐的降低 大家呢 都有了工作 那么这样的话呢 稍微的一见繁荣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才反向呢 去可以去做空这个市场 现在的话 不是太早 好 那Jay 你现在的 做股票的策略是什么 因为你提到 你提到说 buy and hold 那这个是指数来讲 那你的策略是挑低价股吗 我的策略的话呢 首先呢 是做这个热门的股票 热门股票 所以说呢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 热门股票是大型股 不是大型股 还是是专注热门的小型股 热门的大型小型股都操作 你像现在的话 这个AMP啦 还有WFH啦 这些呢 都会去这个操作的 那么参与的话呢 通常也 以股票 或者是用远期期权那种形式 来竞争参与 那么同时的话呢 也会 这个 做 每一周都会做它的这个cover call 那么逐步的去这个 把这个 收回一些资金来 收回一些收入来 目前呢 采取是这种 这种策略 而且呢 效果的话呢 还是 还是可以的 目前来讲还是比较满力 好 那您觉得 sale in May没有发生 看起来剩下三个交易日在六月 也不大可能发生 sale in June 那您刚才也说了 July也不大可能是sale 就是缓慢上涨 退一步 退一步 上涨两步 那我觉得退一步 上涨一步半也就不错了 OK 那就在 对 那就在众多的股票中 要挑出一些股票来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call in 回答call in的电话了 这些股票的问题 听众朋友 650-968-2000 650-968-2000 650-968-2000 这个十字星 逢低的话呢 这个地区介入吧 那么阻力的话呢 是12块7毛5 如果说在下周的航行当中 突破12块7毛5的话 就是可以追了 OK 好 下面一个问题 问到的是 以太币何时进场为夷 以太币 像现在7.25分 是1817块2毛4 所有的cryptocurrency 现在at this moment 都是下跌7%到11% 那么您觉得以太币 何时是买点为夷 以太币的话呢 目前这个买点啊 我们可以暂时的关注 1731.25 那么这个低点的话呢 是5月23号的那一个 那个低点 我们算是它 就看一个20探比的一个动作吧 那么如果这个点位 要是一旦跌破的话 那么向下的支撑的话呢 向下寻求这个支撑 这个目标呢 就都可以放在1300了 那么比太币的话呢 它的走势啊 可不可为 还是取决于这个 这个比特币 那么目前来讲 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 已经 已经跟大家说了 比特币的话呢 目前是走出一个 下降传法 就是下降过程当中的一个中继形态 接下来的话呢 还会想往下去调整 所以说呢 对于以太币来讲的话呢 我认为这个1700点左右的这个支撑啊 似乎支撑不住 所以说呢 谨慎一下吧 好 下面一支是TLY 是一个医药股 下跌0.33% 今天价位是18.2 好 TLY的话呢 这个节奏啊 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逢低呢 继续介入 然后呢 支撑的话呢 是17.85 然后呢 目标的话呢 暂时放不到21 21.25 好 Bank of America BAC 亚连续 本周都在上涨 41块5毛2 今天再度上涨 将近2% 好 今天的 目前呢 来到了一个阻力上 大概是42元的位置 短线局部呢 超买 41呢 是一个局部的一个支撑 从趋势上来看的话呢 目前仍然是在多方控盘当中 我们继续的关注 向上的推动 关注43.5的这个阻力的突破 嗯 好 明白了 那接着啊 下面一个是Wales Fargo Wales Fargo 也涨得很棒 趋势是跟Bank of America 差不多的 涨涨涨 46块3毛8 上涨2.66% 好的 WFD的话呢 目标我们就暂时放在 55元吧 然后呢 支撑的话呢 是在45.15 45.15 啊 逢低呢 可以继续的接入 整体上还是处在一个反弹的结构当中的 那么 突破55的话 这个概率呢 还是很 还是很大的 因为呢 这个反弹 转为反转的话 这个55是 是要一定会突破 重要的 好 继续的持有 好 谢谢 下面是GLD 黄金的Spider GLD 166块5毛9 好 GLD的话呢 目前的这个 定期的这个 这个 结构呢 是一个突破趋势线后的一个回调 短线上的话呢 目前呢 目前看的话 应该是 出现了一个止跌 短线局部呢 还是处于超卖的结构当中 继续的关注反弹 阻力呢 170.35 然后呢 支撑的话呢 我们就看一下166吧 下面最后一支股票来回答的是FTCV12块03 短期趋势如何 阻力可以到多少钱 好 目前呢 这个节奏呢 已经是扭转向上了 我们关注15元的突破吧 继续的持有 支撑的话呢 11.75 非常好 11 你说11.75啊 OK 对 好 OK 时间已到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您在周五小周末 晚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替矽谷华人电台所有的听众朋友 投资朋友 感谢您 祝您晚安 周末愉快 下次下周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下面的访谈 下面一段访谈呢 是访问 陈晓燕女士 她是代表CPA 是华人进步协会 对这个Nunprofit organization 是在旧金山已经成立超过半个世纪 50年的历史了 那他们在这个前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所做的调查 所有的分析 保护我们华人以及所有的亚裔的人 最基本的工作层 层次的人 如何能够保护他们 然后如何能够替他们 能争取到被雇主欺负的这一些权益 并且也有两个电话号码 如果听众朋友 您的亲戚朋友 就属于这一个人群的话 希望您收听 有很多组织都在关心这个群体的朋友 希望能够我们触及到每一个层次的朋友 每一个行业的朋友 尽我们的力量来大大的帮忙到他们 祝各位一定要仔细的收听 谢谢 408 290 9200 分机109 408 290 9200 分机109 每个人都是一本无字天书 好中医擅长解读 Amanda 葛医师 跨界软件和中医 立足为您找到调养身体和趋病的好方法 细股职业妇女 最困扰您的三个净汗问题是什么 压力大 失眠 痛症 皮肤病 月筋不条 不孕等等 请致电herb for us Sunnyville 诊所 408 962 0909 408 962 0909 GMCC 万通贷款 加州最具规模华人Direct Lander 专精大额贷款 In-house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请速洽GMCC 万通贷款顾问 官网GMCC Loan.com 贷款找万通 快速省钱万事通 西股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 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西股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MX Real 帮您早日搬进温馨的家 让您卖房经历轻松愉快 为您提供全面的高质量地产服务 团队作业 快速到位 Yes! Max Real 仓胜第三方仓库 相比Amazon仓库更加自由和低成本 全年入库无限制 操作大件更便宜 更能支持客户做SFP业务 408-290-9200 分机109 GMCC万通贷款 加州最具规模华人Direct Lender 专精大额贷款 In-house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请速洽GMCC万通贷款顾问 官网GMCCLong.com 贷款找万通 快速省钱万事通 资深贷款经济降马 青年丰富专业可靠 为您量身定制贷款方案 实现买无梦 降低利率 更加实现投资梦想 推出自住房超低重贷利率 54万8以下 5年ARM最低2.125APR 54万8到82万2 5年ARM最低2.375 90万以上 江波论5年ARM最低2.5 全部无任何费用 预约一对一咨询 请致电叫码 408-858-3198 408-858-3198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您收听矽谷华人电台的节目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21年的6月25号 我们在今天半个钟头之内呢 我们会访问到一位特别的嘉宾 她的名字叫做陈晓燕 她是华人进步会CPA的代表 让我们来欢迎陈女士 嗨 晓燕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 李李您好 大家晚上好 是的 那这个华人进步会 是跟亚美公益促进中心 你们是结盟的一个 都是nonprofit organization 然后活跃在北湾 已经有超过四五十年的历史了 那现在是面对了疫情时期 在疫情当中有一些很详细的报道 那6月15号是我们加州 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的日子 加州在封闭了15个月之后 就在州长签署生效之下 6月15号就reopen了 那么CDC也配合这一项签署的法案 就有很多新的规定 那我们就称之为后疫情时代 晓燕对我来讲 如果说6月15号之前和之后 有太大的改变 我觉得对一般民众的心理 还有在习惯上的适应度 各有不同看看每一个人的想法是怎么样 那么另外呢 由您的贵组织有一篇访问 是在访问加州的六百多名工人的调查报告 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 几乎每一段时间都有一些update information 我想来全面的了解一下 当年和现在6月15号之后 有哪一些在民众的健康方面 法律问题 小业主的工人或者是雇主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您代表您的组织来替我们发挥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你 我今天主要就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个报告 其实6月15号开放了 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兴奋的 终于可以把口罩摘下来了 然后可以回到了面对面的一些聚餐也好 会议也好 所以我也是非常期待 等真正可以的时候可以到您的那个电台里面对面做这个专访 是非常欢迎 是是是就非常支持大家的心情啊 我个人的心情也是非常的兴奋的 就终于可以reopen了 可以出去的时候 我们稍微没有这么的担心 但是应养哈我我个人还是应养的 就如果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还是口罩还是戴上的 那今天就是非常感谢您的邀请 我今天主要是想分享一下 在这个疫情的15个月里面 给我们身边的部分的工员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 这个疫情不单单影响了他们的工作 还影响了他们整个家庭整个生命吧 在这个美国的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都影响到 这个疫情给他们带来的创伤永远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嗯 那对然后您刚刚讲到了 亚美工艺促进中心啊 其实就有亚洲法律联谊会 就是Asian Law Caucus 跟UC Berkeley加州大学的劳工职业健康计划里面 他们共同合作了这样的一个研究 那他们主要研究的就像刚刚您说了啊 就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 这些的公园哈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湾区 大概有11%是在LA在Los Angeles那边 那这些公园我们是在上一年的11跟12月份的时候 进行了两个月的一个时间段 我们对636名的公园进行了一个28个问题的一个问卷哈 其实我们还有对这些公园里面还做了一些 当时虽然我们不可以面对面 但是我们也有通过一个virtual的 视讯 对视讯就深入的跟他们沟通了很长时间去了解 收到的这些数据 背后他们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 所以这些公园其实就是年满18岁以上的公园 然后他们就是华人 因为这个参与的组织里面哈 在找这些公园里面参与到的有华人进步会 菲律宾社区中心 老卧社区发展中心 还有就是我们争取15美元的这个运动 这些受访的公园哈 主要都是在餐里面就餐馆里面工作的 典型的小业主所用的这些餐厅之类的这些service 对service worker就是包括餐厅里面的公园 那当然也包括居家或者是家庭护理 就是包括可以看到的想象到的就是 照顾着老人家 照顾着有病的病的人 或者是照顾小孩 这些都是居家或者家庭护理的 还有就是清洁或者是酒店行业里面的一些公园 小的一些酒店行业里面像做清洁的公园 他们也是一些小事主力比较多的人 那其实这样的一些公园里面 可能我们身边大概大家也可以想象的 这些工人其实他们相对的都是我们一些移民工人 然后他们是工资也是比较低的一个群体 然后我们受访的这600多人里面 有41%就41%的受访者是亚裔 然后40%是拉丁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其实我们这里受访的人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就是亚裔跟拉丁尼的一些公园群体 还有就是可能更significant的话 其实这些公种里面的公园 其实都是女性居多 那么这些资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一个族群他们的心声 OK那在这个调查中间 有哪一些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第一的话肯定是健康对吧 因为讲到疫情 就其实我们看到太多的人 为此在这个疫情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那这些工人他们也是一样的 他们也是有自的宝贵生命 也有家人嘛 随时这些工人里面我们采访到 他们最担心最担心的肯定也是他们自身的健康状况 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一旦他们养上病了 他们就不单单失去了家里的经济来源 他们还可能就是面临失去生命嘛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像我刚刚还没说完 就是女性的话 他其实还说这些公园里面 其实有很多人也可能就是五十六十岁 就他们本身身体也存在了很多健康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们在这个疫情里面 这部分的公园他们的健康也是格外格外的脆弱 一旦养上了他将是没有办法为自己 或者他们的家庭提供他们的经济支持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主要的 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 其实我们刚刚开始到疫情的中期吧 其实还在物资上面还是非常缺乏的 对吧 口罩呀手套呀防护服等等的都是非常缺乏的 那在医院里面在大型的超市里面 他们都缺乏在这种公园 这些小数族裔的移民公园种类里面 他们可能就更缺乏了 所以在我们的书房里面 超过59%的餐厅里面的公园 所以他们都是很缺乏这种防护的一个措施 同时也感觉就是这种的话 他们还是必须在工作嘛 你在小厨房里面 你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到六次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吧 所以在很多时候也可能就是说 公园跟公园之间 还是没办法保持到这个物理的距离 同时也就是说这里 它也缺乏就是也没有足够的一个保障的措施 就是因为当时就死守的消毒液 就hand sanitizer 或者是那个口罩呀 团员的防备呀等等 在这些低收入低工资的工种里面 涌涉人的这些工种里面 他们是更是缺乏了 所以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他们当时 除了他们自身 他们自己可能也是会 身体里面可能也是比较脆弱嘛 因为这个群体可能健康本身也不是非常理想的同时 就有一些潜在的风险的同时 最基本的保障他们可能也没有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然后再者就是公园里面 给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 在公园里面他们就很怕生病必须得上班 他们不敢请假 因为他怕请假了以后 他们就找到别的人替代了他的工作 他就吸去了工作 其实很挣扎 就是在生命里边的我的身体安全 健康跟我就是这个经济的来源 就我的微生这样里面有一个battle 就他们在挣扎的 到底我是上班还是不上班 他们同时也很怕就生病 哪怕感养了 很多人也不敢告诉雇主 就是怕丢失了工作 同时也就是说 也怕跟雇主说 你必须得给我 你这个防护物资我才能上班 你不给我 所以不敢要求 不敢要求 因为要求是怕雇主报复嘛 所以这个他们的心理61%的人 就担心站出来的话 要求表达他的意见的时候 他是会怕雇主会报复或者惩罚他们的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工员 因为我们刚刚也说的 有拉丁意嘛 拉丁族裔的 其实他们有19%的受访的工员 他们也担心 制止或者担心他们的家里的人 就有成员有移民身份的一些问题嘛 所以他们就更怕了这个风险 这个报复就更大了 就说你知道我家里面有一个是无证移民的人 那我就怕你去举报 所以我更不敢说什么了 这也就是 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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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对他们而言 这几种都是非常严重的去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 还有就是他们这种无助感在这个疫情里边 是小燕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啊 那他们还缺乏的就是政府公布出来的很多报告 还有很多讯息他们无从得知也无法得知 因此在疫苗开打的时候 他们也没必就失去了这个机会 这样子就一拖再拖 但是还好啊 据我了解旧金山这个city呢 因为mayor也是非常强有力的作风啊 他能够让旧金山的民众80%以上的人 至少都打了第一针 然后呢几乎将近80%的市民呢 也都接受了两针的注射 这真的是一个让我们非常高兴的人 这都是我们看到非常高兴的事情 那至于在中半岛还有在南湾 打了两针的人呢 也都平均到达了70%以上 那我们称这个是后疫情时代 在美国平均每年有超过80万的人 有心脏疾病 或是不幸患了癌症 中风等重大疾病 没有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对很多承受病痛中的家庭来说 在经济与身心上都扛着极重的负担 苦不堪言 别让自己成为亲人的包袱 最专业的泛语集团 888-831-8868 好消息 大额贷款ARM利率Special 自住房七年ARM最低2.5 五年ARM2.375 无费用 有兴趣请速电张力408-315-9470 或微切张力IDL11-13591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五湾区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房屋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 让每一个Homeowner 都有机会申请到更低利率的贷款 Long On Time 贷款公司 提供给您最快捷的方式 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 并及时提出申请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春天到了 又开始打喷嚏 流鼻涕 眼睛痒 鼻子堵到睡不着觉 哮喘也发作了 找谁呢 我朋友的孩子有湿疹 皮肤又红又痒 还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找谁呢 我最近脸上脖子长红斑 是不是防晒霜过敏呢 找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的 徐安林医学博士 徐医生毕业于美国 帖子堡大学医学院 在耶鲁石坦福 和加大旧金山医学院深造 现为美国过敏免疫 哮喘专科学院院士 徐医生医术精湛 经验丰富 对病人温柔耐心 结成服务华人社区 预约电话408-286-1707 286-1707 那现在到了后疫情时代 因为新的法律 那新的CDC的规矩 那也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比如说打疫苗 不是强制性的 那加州政府虽然是鼓励 有很多抽lottery的方式 用各种金钱的引诱啊 或者是赠礼啊 希望继续提高 Fully vaccinated的人民继续高涨 那在这个时候 又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对于这些劳工来讲 谢谢明里 您刚刚提到了 就是这个信息的来源 其实在这个报告里面 其实也提到了 超过57%的 我们受访的公员是 就是他雇主是没有 给他们提供任何信息 就是说如果你养病了 或者是你生病了 你可以怎么做 或者是你可以怎么去打疫苗 等等的这些信息 都是非常非常缺乏的 这个也就是 还有很多工作 后边可以说到的 既然现在是面临一个 全新的开放啊 重启 但是还有很多 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什么 在政策方面 我们可以有什么保障 在雇主方面的 在公员方面的 等等这些资讯 其实还是要做更多 广泛的一些宣传 因为目前的话 我们可以从报告里面 就是雇主是没有更新 或者是没有给到雇员 了解更多的就是我们 如果一旦你去养账了这个 你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 可以去协助 你可以拿有性病假吗 你可以拿私业精吗 老板有什么角色要去保障你 老板层面有什么福利 然后州政府的政策方面 政府的政策方面有什么 你有什么权力 就是现在还是希望 如果工人就一旦养病了 我们还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非常有保障的 把自己的身体可以修复好 因为这样的话 他才可以不用带着病去上班 不会传染给更多的人 如果在餐厅里面工作的就更严重了 因为我们现在也有无症状的打氧 是吧 有无症状的感染 如果你不报告 你不告诉雇主的话 那很多时候就是更怕 但是如果你再作为工员 我刚刚说了 我会怕被报复 我不敢说 但是如果没有什么 就我身体还好 我没有什么感觉 不舒服的时候 那我又怕你报复我的话 又怕没了我的工作 是吧 那我可能就真不敢你说了 但是如果真的那么不幸运的 去遇上了一个身体 没有这么好的抵抗你 他可能就遭殃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这个良性的一个工作环境 是希望我们的雇主 我们的工员 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一些资讯知识 去保障他们 就如果你一旦患上了 一旦感养了 你可以怎么去做 怎么去处理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大家 双方的就保障了工员 同时也保障了雇主嘛 因为这样的话 你才可以继续营业 特别我们讲的就是在餐厅里面的话 可以继续去营业 如果在其他的像酒店呀 居家的一些服务也是一样的 因为他毕竟 我们每天 这些工员 都不是开着自家车去上班的 对 这些工员都是坐着公交车去上班 Public transportation 对 如果他没有了工作 然后继续带着病去上班的话 这可能就是影响的 不单单是一个人两个人了 就整个在到家里出去工作的这个途中 他所接触的所有的人都会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这个良性的一个工作环境 可以让工员可以让雇主啊 可以知道就是现在他们还有什么一些措施 他们是可以做的 然后从而去保障了双方 但当然也就是说工员在工员的立场里面 在这个报告里面很简压的就是 只要他们可以有足够的保障 知道他们可以生病可以有病假 不会丢失工作 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提出了一些要求 就是说可以保障 我们可以更安全的一个工作环境的话 不会被雇主报复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工员是会提出要求 让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更安全的一个工作 跟生活的环境 是 小燕 那么华人进步会在这种situation下 是要靠来督促政府来立案保护这些工人呢 或者是你们要你们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嗯 谢谢啊 就是华人进步会这么多年 其实在湾区里边也是在维权方面 是做了非常非常的多的工作 在维权还有这个宣传工员的一些 权力跟权益方面是做了很多工作 那我们这个报告出来了以后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哈 我们可以扩大工员的保护和福利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希望我们刚刚也说了 80%的人打了疫苗 就但这是一个三番的数据是吧 我们还希望就是可以促进更多的人 可以有机会去打对打疫苗 同时也是可以就是增加就在政府的层面也好 在雇主的这个层面也好 如果是真的生病啊 可以增加他们就是带新的病假 让他们可以安心的在家里面去养病 然后从而就强大啊 继续的就是希望老板可以遵守这个反报复的一些法律 就不能就是报复公员 如果你报复公员 公员就不会说了 所以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去加大这个力度去执法 这个执法的层面就是无论移民的身份 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有一些拉丁裔的 他们可能就是怕家里有认识无证移民 就怕被威胁了嘛 所以这执法的层面也就是说 你不论他的移民身份是什么 他们雇员的身份是什么 那我们都必须保障这些公员的福利 从而让他们有病可以去看病 有病可以休假 有病的话可以去先治好了再去上班 那同时我说了我们的环境会跟不断的是去促进 这些加州的一些立法机构要去执法 你有法律的以后还需要大力的去执法 就是希望政府配备更多的 无论是州的层面也好 地方的机构的层面也好 要配备更多的资源更充足的资源 就是也要促进一个就更良好的一个执行跟合作的伙伴关系 因为其实跟餐馆结会啊 跟我们这种非营利的机构跟公员的结会啊等等 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伙伴关系 因为这样的时候才可以把我们的教育的工作 把我们的信息实实的去反馈到社会里面的各个不同的群体里面 同时也要对违法的一些行为啊 就如果真的是违法了这个劳工法的 或者是违法了一些当时因为疫情而制定的一些法律的话 也希望执法机构可以遵守这个问责的力度啊 必须得要加大 这样的话才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必须有法必须要守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同时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哈 因为现在资讯非常发达 我们在疫情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话 我们通过各种多媒体 包括我们今天现在来到这个电台里面 我们也是要加强加强这个力度去教育跟宣传 这什么样的渠道就多种方式去宣传 就是让各个族裔的人说不同女言的人都可以获得相同的资讯相关的资讯 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让更多的人都可以免疫 就都可以得到相关的一些信息 这样的话所有的人都有了 那我们才会安全 因为我想想我刚刚说到了 如果我是不讲英文我就没收到信息的话 但你跟我我们可能还会去同一个街道上面 我们可能还会路过你路过的地方 我碰过你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小地方 这样的话就会很危险 所以就说这个是人的生命是平等的 就希望就是不管你肤色不管你的收入不管你的语言 我们这些资讯都是需要通过方方面面的渠道给予到所有所有的人 那我看来也说到了就是亚洲法律研议会也好 华人进步会也好 就是我们在维权方面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所以也就是说我留在从我们的经验里面 就是说通过集体的这样的一个争取 就像工会或者是工员委员会 或者是一些健康安全的委员会 就是有一个委员的话不是一个人的声音的时候 不是个人单独发出声音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加强工员在工作场所中的一个代表性 这样的话他们在工作上面的一些反报符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诉求 就保障他们自己安全的一些诉求 可以获得一些更正面的反应或者是回应 因为这样的话老板就觉得不是一个人的要求 我们是这么多工员 所有的工员都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这样的话你吵了我 那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工员都吵了吧 那你换一批重新换一批吧 所以还是也要希望促进就是可以通过工会或者是委员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可以让工员的声音和诉求可以更正实的去得到一个回应 所以也加强了一下就他们的力量 好的 今天这个访谈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让我们觉得不管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都有一个组织在旁边关心我们 还不止一个组织 现在我要跟大家报告两个组织 那第一个呢 就是华人进步会 就是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 对吧 我这样称呼你是对的 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 CPA 他们的总部是设于旧金山 但是他们有一支专线是您是属于这一族群的话 有任何的问题 请打电话到这个专线 415-391-6986 415-391-6986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好的 那么我们请小燕来告诉我们联络方式是什么 好 亚洲法律联谊会的话 他们的联系方式是415-896-1701 415-896-1701 好 那今天这个访谈呢 非常的详尽 以后还有更多新的update 的实际上的这个law reinforcement 来保护这一群工人的的话 我们也乐于在空中知道这个讯息 让我们来传播 告诉更多的我们的族一 我们的朋友 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的朋友的朋友 还有我们亲人的朋友 谢谢 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大家庭的 感谢你 谢谢Lili的邀请 非常感谢你啊 非常有用心可以来到您的电台来分享我们的这些公园维权的一些信息 是的 非常乐于帮忙传播这个好的讯息 好听众朋友上半场节目结束 请继续收听下半场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才今天立即主持人的听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晚安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